大家好,欢迎收看小丽说电影 男子花900万黄金买了一根绳子 竟然只是为了上吊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这个故事 乔治是一名自杀热线的接线员 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开导那些想要自杀的人 这天他接到一通电话 对方是一名男子 他向乔治讲述起了自己的奇葩经历 他说两周前你想要上吊自杀 但是却买不起绳子 于是便钻进了烤箱里 却不想竟然在烤箱后面 发现了900万的黄金 按理说这应该是一件很值得开心的事 但男子却用这笔钱买了一根最贵的绳子 然而正当他准备上吊的时候 天花板就掉了下来 结果男子误打误撞 救下两名被绑架的女孩 经过这次失败的自杀后 他又花高价买了一杯混合这100多种毒药的鸡尾酒 可搞笑的是他没有死 还变得比以前更加健康强壮 而且停在血液还成了治疗癌症的最佳良药 医生们很开心 但男子却很痛苦 还一心直省了自杀 他趁大家都睡着之际 跳下医院的高楼 谁知刚好砸中那名越狱出来的劫匪 就这样 男子又一次为社会做出了一份贡献 所有人都把他当成了英雄 但这依旧没有打造他自杀的念头 于是乔治便给男子讲了个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有个青年想要自杀 每当产生这种念头的时候 他就会把他写在自己的日记里 结果这一写就写了80年 出版商们得知青年的行为后 纷纷找到他 想要出版这本日记 青年因此成了一个名人 很多人都期待着他能够早日出书 有些狂热的书迷更是直接跑到他的家里 偷窥他创作 在青年97年的时候 他终于写完了自己的日记 人们把这本书称之为有史以来最好的文学作品 但同时他们也很生气 他们觉得青年没有把自杀这件事情坚持到底 于是就开始对他进行各种人身攻击 其实他们痴迷的只是这个自杀的承诺和过程罢了 当他成为一种可笑费的商品后 又失去了自身的神秘感 所以人们才会对青年感到不满 看错人心的青年反而不想了去自杀了 他好好地活了下去 听完乔治的故事 男子也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其实人生你就短短几十载 做好自己就好 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和看法 按照自己的步伐好好享受一下生活 这样才不往此生人间走一遭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